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今天會教大家做的就是 芝士芥末碎蛋三文治 這次我們用到的芥末醬 是因為它比起牛油 和沙律醬的熱量 和脂肪含量會相對較低 所以相對上會更健康 我們有一鍋冷水 在冷水中放入雞蛋 開火 等水滾後轉小火 煮大約8分鐘 因為我們做運動的過程中 需要能量 所以建議大家在運動之前 吃一點輕食 可以避免做運動的時候 因為血糖過低 而出現頭暈和不夠體力的情況 之後我們就把雞蛋剝開殼去 然後切碎去 然後切碎蛋 我們就加入芥末醬 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最後我們就把芝士和碎蛋 夾在麵包裏面 這樣就完成了 而在運動之後 吃一點東西 就可以幫助我們 恢復體力 和修補肌肉組織 所以今天教大家做的芝士芥末碎蛋三文治 就在運動前吃了